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Cat 中國經濟大滑波 令依賴其國家和企業都遭到重擊 因實德事件被迫大幅減少依賴中國市場的現代汽車集團 去年則逆勢增長 全球汽車銷量約居第三 2016年現代汽車集團 在中國創出近180萬輛的年銷售新高 但此後卻受到實德事件的影響遭中共排擠 其在中國市場的銷量連續六年下降 直到去年市場佔有率下降到僅百分之一左右 然而現代汽車集團包括了現代汽亞品牌 去年則在全球消出684萬5千輛 僅在豐田和大眾之後 首次製新全球銷量榜第三位 2022年受到車用晶片方等因素影響 全球前五大整車廠銷量均下滑 但唯有現代汽車集團實現2.7%的正增長 這得益於現代汽車集團在美國、歐洲等海外市場的亮眼表現 現代汽車集團去年在美國市場的份額為10.8% 首次突破10% 在歐洲的市佔率也高達9.4% 創歷年之序 在美國最權威的耐久品質調查中 現代汽車集團壓倒日本汽車 已經連續兩年被認可為最高品質的汽車集團 計對新車質量的好評後 現代汽車在購買車輛後 耐久性方面也得到很高的技術評價 另外在去年約升為世界第三大汽車市場的印度 現代汽車集團去年的銷售量 也首次突破了80萬輛 成為歷年最大銷售量 同比增長了17.5% 在印度市場的佔有率則達到21.1% 對於現代汽車集團來說 印度已經成為繼美國、韓國之後的第三大市場 隨著在中國銷量低迷、印度合理地成為了機會之地 在中國市場 現代汽車集團正在進行事業重組 現代汽車集團在今年6月的年度投資者日上宣布 為積極應對中國事業和供應鏈重組等風險 計劃將銷售陣容從目前的13款減到8款 並計劃通過出售工廠來提高收益 現代汽車一度在中國同時營運5家工廠 2021年已經出售其中一家中國工廠 同時也計劃再出售兩家 包括去年關閉的一家 和今年計劃關閉的另一家 其餘兩家工廠將推進生產效率化 容易出口到新興市場 大幅減少依賴中國市場的現代汽車集團 和一直在晶片領域嚴重依賴中國的三星電子 在市場上出現非常明顯不同的業績 今年上半年 現代汽車集團在韓國國內外銷售208萬輛 喜亞汽車銷售157萬輛 同比增加了12%以上 以上半年為基準創下歷史最高業績 現代汽車7月26日發布的業績報告顯示 初步核實公司今年第二季度營業利潤 同比增加了42.2% 為42,370億行元 約33億美元 創下單季最高紀錄 現代汽車營業利潤 自去年第四季度起 已經連續三個季度刷新最新紀錄 營業利潤率時隔10年突破兩位數為10% 現代汽車今年第一季度業績 首次超過三星電子後 第二季度業績再次超過 三星電子7月27日發布的業績報告則顯示 今年第二季度營業利潤為6685億行元 約5億3千萬美元 同比減少了95.26% 僅半導體部門就出現了43,600億行元 約34億美元的營業損失 三星證券今年4月份在發行的一份報告中樂觀預測 以去年為準 現代汽車集團將在2026年 以9,200萬的銷量成為全球第一整車集團 報告解釋說 美中矛盾和中國市場的電動汽車急劇轉換 是全球整車業界的最大危機 因此預計也會引起整車企業排名變動 豐田和大眾目前在中國市場分別排名第二和第一 中國市場佔總銷量的比重非常大 但由於豐田和大眾無法跟上中國的電動汽車快速轉換步伐 預計到2026年 豐田和大眾在中國的銷量將分別減少到目前的一半 即120萬輛和170萬輛 相反 現代汽車集團在中國的比重明顯低於豐田和大眾 預計今後在美國和印度最多將增加160萬輛的生產量 針對這份報告的預測 韓媒《東亞日報》發表評論表示 非自願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度 使現代汽車集團轉換為福 這個結論目前還是很具說服力 評論指隨著中國市場風險加大 儘管美國、歐盟跨國企業的最高經營者 近期陸續拜訪了中共高層領導 也說了很多甜言物語 但背後卻將生產設施轉移到印度、越南、日本、韓國 為此 韓國企業也應制定脫離中國計劃進行應對 中國問題專家 縣中國首都師範大學歷史教育副教授李玄華 7月25日對大紀元表示 除了現代汽車集團 其實包括澳洲在內的許多國家 在與中共脫歐或對中共強硬後 經濟不但沒有受到影響 反而增長 畢竟全球的經濟增長點是非常多的 它以澳洲為例 疫情初期澳洲政府堅持調查疫情來源 中共大路揚演制裁 但中共依賴澳洲的煤炭和鐵礦石 加上大家都在搞基礎建設 煤炭和鐵礦石的價格大漲 澳洲雖然當時對中國出口減少 但實際經濟並沒有受到影響 甚至有所發展 李源華補充 三星的晶片在中國市場受到嚴重影響 其實已經解釋了這些頂級企業 尤其是韓國企業 如果想片面依賴中國市場 來撐起一個企業的話 這是非常危險的 不久之前 中共駐韓大使迎海明發現 賭美國贏中國輸一定會後悔 令中韓原本就在崩緊的關係更加惡化 但事實結果證明 正如李源華所說的 中國經濟衰退跡象非常明顯 中共雖然對這些外企有意利益 或暫時給一些優惠政策 但從長遠來看一定會吃虧 這是必然的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吳寬森 張忠元採訪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各位觀眾朋友 請問這件事 要請氣在網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